第二場是三班千八米 8號的我願意一定要選擇 上一波大家都記得很清楚了 蘇惠賢的馬潘頓跑退出 那天贏的馬叫神亮金光後補上來 潘頓跑回葉塞行贏 最後那場是翠狐飛鷹吃了孖寶 整套劇本都做出來的 這次我願意 實做回給他贏的 再說回馬這個路程 根本是輸給季初那場不是輸得太遠 輸給找到好位的月宇 今場再跑回大有能力反 要還債的葉塞行這場 整個形勢就快去跑 今場會十一檔 都不用介意成的 馬有狀態上場,讓了路而已 選腳而已 這場我選4號的月宇 上次也是神亮金光那場 它是大熱門 但是追得... 追得... 都是過往的樣子 其實這隻馬路程 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它根本是一隻 純跑後勁的馬 你無論1600、1800、2000 它都是這樣 流流漫賣在後面 跟你追一段 換了大圖 你應該發揮 所以我希望會好過田泰安 我覺得這場400的連人位 都頗穩陣的 10號的狂舞派 有些勾頭 不報菊草 轉過來填草 這位都是操舊才出 初出跑 1650米都鬥得挺精彩的 那場馬丁當馬頭輸 只是精神威 過來填草 會不會選一格沙呢 不敢說 但是這隻馬的質素不是差的 初跑填草 撿過12檔 有些賠率給你的 不妨再冷敲一次的位置 我也覺得 田泰安 這場贏的把握 真的蠻多一點 是最多做腳的 預期有賠率 又是逢出必搏的嘛 戰熱鮮明的 再選擇這隻 就是3號的蒙古王 終於減夠分下來 三班跑了 很久了 上場都 要開始有些東西看 千八應該會 適合發揮過上場二千 然後落腳慢一點 過往一千六好的 現在可能慢一點 二千又長一點 那千八就適合了 是怕利武華怎麼發揮 有時候大騎士 很難估計他在想什麼 跑什麼 對這些不是大賽的賽事 那就要猜一下 跑 接下來的大師傅一定會搏 但是這 其餘長次 李武華上季 局草 那次回來真是嚇怕了 這次選擇 日蒙古王 都是當一個邊線 參考一下 最主要博他 減夠分 還有 都開始 狀態的復蘇 禮牌追得好 這場 三班千八米 重心不用說 一定是8號我願意 做給他贏的 配角是4號的粵魚 唇跑後勁的馬 10號的狂武派 過來沙田 有些賠率就扔下 3號的蒙古王 減夠分 就是這四隻 終點 快點 快點 感谢观看